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今天排案审查禁电室上架 与董监事及负责人变更等等的案子 结果国民党立委一早就闯到NCC 意图阻止主委陈耀祥通过禁电室 相关案子还跟保全发生推积 不过其实NCC今天的会议并不止 讨论近电室的案子 还包括了远传合并亚太电信 申请营运变更的讨论案 民主国家 行政立法分立 执政在野竞争轮替 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 但是今天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干预 那么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批评 NCC是独立机关 国会议员应该予以尊重 不应该借着个案的审查 做介入的任何干预 他说我想这是个很坏的示范 那么另外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5月3号今天在台北登场 前美军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鲁德 率领了2019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25家 美国国防承包商的代表团访台 预计会触及到无人机 以及弹药相关的事宜 这也渴望加速提升台湾防卫的力量 而中国在实施了三年严格的新冠防疫限制之后 逐渐对外重新开放了 但是同时却又更频繁地禁止民众离开中国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带您关心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今天排审禁电式上架 以及凯博等集团频道的变更案 但是国民党立院党团一早8点50分 就由总招张明中率领了十多位国民党立委到NCC 试图阻止NCC开会 还带着十多位立委强行推入 跟保全爆发了推起冲突 冲突中国民党立委正天才 甚至将保全强推倒地 这一帅国民党立委正天才 将保全全力推倒 才站起来委员可没打算放过他 一个转头震天才再次拉住保全 保全显得好无辜 因为栏尾们的目标是NCC主委陈耀祥 时间回到一早8点50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郑立文用力拍打NCC玻璃大门 警卫健壮立即拉下铁卷门 尽管警卫拉下铁卷门 但正天才早已在里头 原来他们透过一旁侧门已进入大楼 一进入大楼 栏尾全速狂奔 完全不顾保全阻拦 正天才一打开大门 就和保全爆发推挤 王宏威随即向前助阵 换个角度看 和保全爆发肢体冲突的 还有马文君 保全一人对抗三名栏尾 也难怪他的手被硬生生扯开 甩开保全后 栏尾蜂拥闯入 一行人浩浩荡荡 要搭电梯上楼找陈耀祥 强占八楼会议室 栏尾一行人再往九楼 NCC主委办公室 那顶住 等一下 来 好 来来来 进来 没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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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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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那我们的报名是什么 我报名 委员不要躲在里面 我先躺里面 面对紧闭大门 栏尾郑立文 郑政权 用力狂敲 眼见强攻不尽 曾明宗改用 温情喊话 我们是国会议员 你们不要让你 我们不是真正 你们就离开吧 你的工作可以来打 国会议员 可以来党国会议员 可以对我动手动脚 对啊 真的 你 有 刚刚就是阿新 怎么会没有 国务党立委 直冲NCC 和保全爆发冲突 国会议员 强闯行政机关 画面全都录 靖新闻综合报道 審查案子是依立法院 三读通过的法律 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審查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今天一大早 国民党的立院总招 曾明忠率着十多位立委 到NCC去抗议 试图阻止NCC开会 当时保全是看到一群人 要闯进去 就赶紧把铁门拉下来 但是这样 他们也有话说 所以立委无一丁 郑立文就去拍打玻璃门 那么先从侧门进入大楼的 震天才更去拉扯铁门 之后 阑尾门就强行进入交通部 并且跟要关上大门的保全 发生冲突 然后刚刚也看到了过程中的 震天才跟保全拉扯 所以保全先生 还因为拉扯而跌倒在地 不过就在甩开了保全之后 阑尾门闯入了审查会议室 占领会议室 这才发现原来里头空无一人 最后他们就干脆到NCC主委室霸占走廊 静坐抗议 那这一连串的行动 被行政院批评 说这是介入了独立机关的行使之权 我们要联系给民进党立委 林静怡 请问委员 您看到今天国民党立委 这样直冲NCC的状况 您认为最离谱的是什么 我想其实我们对于NCC 当然立法院我们有在预算上面 或者是相关的监督 但是NCC是独立机关 我们一直都很努力的要再去遵守 就是说对于独立机关应有的一个分寸 所以比方说像之前某一些电视台 它在某些播报的比例上有问题等等 我们也都是说希望要求他们改进 但是直接冲到独立机关内部 而且影响了 就我了解是今天有一些相关的会议 所以去阻断这个部分 我是蛮讶异 就是说在立法院我们做出这样的动作 立法委员这样做 我是觉得那条线有一点点太 拿捏得不是很安全 我想尤其是我们强调 就是NCC的相关的委员们 我们过去在临选 或者是在委员 就是我们在投同一票的过程中 都很确认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委员们 都是独立行使职权 那不受到任何政党之间的干预 这是我们一直要求的 我们说实在话 就是不论他立场上 或者是他在态度上 是对于有自己本身 有怎么样的立场 他在对于NCC的相关职权行使上面 就必须保持中立 那这是我相信各个政党之间 都要遵守的一个状态 委员您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今天的会议里面 不是只有静电视的案子 还包括了远长合并亚太电信 申请营运变更讨论案 但是立委们今天呢 在守在这个主委 陈耀祥的办公室门口 就不让他去主持会议 所以您认为国会的监督 他呈现出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 今天就我了解是有一些例行 要审查的会议了 那假设这样处理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样说 立法委员对于相关的机关 如果有监督之责 那就是回到立法院来进行 一定程度的监督 那直接到机关去 那这个部分只能做到的事情是 阻止他或者是干预他 接下来要行使的事情 但是回到真正的立法院 监督的职权来说 我还是觉得 大家就回到立法院来好好讨论 应该是会比较合理的 好 谢谢委员的说明 而刚我们得到了最新消息 是今天的会议被阻挠进行 NCC在晚间透过了新闻稿表示 依法审议民众的申请案 各项程序跟审议期限 都依相关规定办理 对于立委强行闯入机关 办公场所表达严重的抗议 没有办法接受立委的公然 介入个案审查 这是我们刚刚获得NCC的最新声明 那么对于国民党立委 这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行径 专则监督立法院的公督盟 也说非常的遗憾 因为蓝营应闯NCC阻止开会 这等于是开了国会 介入独立机关的恶例 也对民主法制做了最坏的示范 像这样子国会用政治力 侵犯独立机关职权 在其他民主国家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包括公民团体 跟法界都指出 这无疑是大开民主倒车 用手猛拍玻璃门 频频叫嚣 接着拉扯保全 试图闯进封锁线 上楼后指导黄龙 占领会应室 最后在办公室外静坐 死守NCC主委程耀祥 这是限制人身自由吗 为了阻扰NCC开会 国民党团硬闯独立机关 种种离谱行径 让公督盟看了只要头 难道顶着立委的头衔 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将言论免责权无限上纲 侵犯独立机关的职权吗 公督盟对蓝营立委的行径 感到失望 因为国会的职责 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 审查各项法案 更应该透过民主法治 解决争端 在民主国家里面 大概很少出现 民意代表直接冲入到官署 不按规定的部分 去哪边占据人家的 这些场域 我们还是说过 这只有在这种 比较落后的国家 才会用这样的一些 抗议的方式 因为在立法院 其实我们现在的样态上 就足以让你表现出 高度的强度 独立机关它依法是独立行使职权 不应该遭受到任何政治干预 国民党团跑到NCC 独立机关在审议 相关个案的过程里面 用政治力去进行干预 这个部分其实就违反了 大法官解释 613号解释的独立机关保障的意志 委员会要去审夺的案 不是只有单一个案 它可能有一整天的会议 有多少个案子要审 所以国民党用这种方式的干预 国会代表硬闯独立机关 或行政部门 尤其以党团的方式 集体强行进入 在其他民主国家 几乎没有发生过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更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质疑 NCC主委陈耀祥 身为一名刑事被告 竟然还敢主持审查会议 要行政院给交代 其实蓝营立委类似的施压手法 在过去屡屡上演 去年四月国民党立委祭出人海战术 将NCC主委陈耀祥团团围住 针对撤罩华氏 逼他立即给出答案 更早之前 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上 针对新闻台争议风波 探讨NCC审照制度时 蓝委同样雨带攻击 而非提供有效建议 这次更直接以党团之名 散闯独立机关 企图以政治力影响运作 无疑是大开民主造车 先继续翻译 好了 赵博 撤网 中国近情频频 偷过军机舰绕台 号称中国版死神BGK 动动五无人机 穿越了海峡中线之后 从台湾北方空域 驶进一路以顺时针的方向 绕到了台湾东南南部的空域 再越过海峡中线 返回到中国 绕行台湾周边整整一圈 而类似无人机绕台 不是第一次了 4月28号 TB动动万无人机 则是以逆时针的方向 闯进了西南空域之后 又进行了绕行活动 那么对比中国战机 侦察机的天天绕台 甚至跨过中线无人机侵扰 无形间 俨然是对岸 想要游走灰色地带的 新战略目标 那么面对中国新形态 战略的进攻举措 台湾势必得绷紧神经了 那么同时也要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 这一次 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 组成的代表团访台 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是从2019年以来 美国最大的国防产业代表团 访问台湾 那么参与的呢 有隋团的 美国在台协会AIT 知名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 还有全球第二大的航空航天的 雷神技术公司 以及核能和国防工业领域的 通用原子 还有全球最大的 这个飞机发动机生产商 起义公司 那飞机材料方面呢 也有专精的备遗系统 宇航环境公司等等 尤其这个宇航环境公司 它是弹簧刀五人机的制造商 所以据有消息指出了 预计呢 这个宇航环境公司的代表 将会跟中科院交换意见 因为我们的中科院 现在正在研发台版的弹簧刀 而美台的商业协会会长 韩如伯就指出了这一场论坛 建立在伙伴关系 跟信任这两大关键上 所以未来再强化台湾 无人机技术跟能量的部分呢 美台势必会持续的深化合作 不过场内在台合作 场外却有统派团体高喊 军火商滚出台湾 场内美国二十五家国防产业 与美台商会组成的代表团 出席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场外统派团体批评这些美国承包商 来台卖军货 高喊打倒美帝 不过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全聚焦在台美技术合作与生产 一是专专专业 专专业的同意是信心 这两个是专专专业 专业的专业 我们这一年 这冬天 是来谈谈谈的专业跟台湾的产业 专业的基础 传业不过昨天 或过过过去的周期 但它们是建立了 在历史上的专业 我们是要努力的 除了深化臺美合作 國防產業更是全世界最大產業之一 市場規模超過全球電動車市場1.5倍 特別是強化臺灣無人機技術與能量 更是重中之重 美中對抗態勢從半導體延伸到國防產業 美國承包商的大規模訪台 主要意義還想排除紅色供應鏈 在無人積極反制系統上合作 也能帶領臺灣軍工產業進一步升級 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天在議會抱怨 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 在疫情期間沒有到新北市關心過 總統府舉例反駁 也要侯友宜不要再政治操作 稍後帶您關心 決戰二零二四積極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的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近期積極地鼓吹核能發電 昨天甚至拋出了全臺一線市 一小型核電廠的主張 民進黨就說郭台銘的言論太荒謬了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說 非核家園已經是全球的趨勢 不過今天下午 郭台銘改口了 他說自己的說法是被扭曲了 他是要選總統的人 政策思考是不會草率的 他強調他談的是發展核能 並不是主張重啟核四 所以說阿平又來啊 出席工商支援會暢所預言 經濟科技比全場都還在行 那政治呢 憑經濟 郭董喊第一 最後連全臺各縣市一核電廠 也是喊得比任何人都還快 以為改用了謙卑態度 虛心接受各界指教 但郭台銘可是有備而來 台灣目前的能源政策 明顯地與國際間合作推動的零碳 這趨勢是背道而遲 既有的煤 氣 發電容量都無法維持 台灣必然 必定缺電 灰核家園以及淨零排碳 已經是成為台灣的共識 也是全球的趨勢 核電廠或者其他的核能 像是核融核等 那這一些在設備上是否安全 在價格上是否評價 明明排山倒海而來的諸多批評 郭董常調缺電唯一解方 就是要立即著手發展核能 我主張的並不是重啟核事 核能乾淨且成本低廉 同時解決缺電及環保的需要 把票投給中國國民黨 等於是讓你家附近變成核電廠 核廢料廠 郭台銘想獨牌眾議 打造獨一無二的核電路 沒想到的是話沒說清漏洞百出 踢到了鐵板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天在議會抱怨 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 在疫情期間沒有到新北市 關心過 總統府就舉例反駁了 同時要侯友宜不要政治操作 新北市的議員佐冠廷也批評侯友宜 用真功偉過的方式掩蓋新北市在疫情期間 是死亡率最高的現實的事實 不過侯友宜今天回應說 市民對過程都是了然於兇的 議會電堂上趁著自家議員質詢 當舞台侯友宜大吐苦水 公然控訴正副總統 但也立刻被總統府打臉 過去總統到新北市三重的1922化物中心 並為同仁加油打氣 當時身為新北市大家長的侯友宜 並未陪同 總統府也發聲明 說總統還曾主動致電侯市長 瞭解新北市防疫狀況 並舉例多個同台案例 要是否停止不必要的政治操作 但侯友宜繼續開酸 總統副總統有沒有來到第一線 關心新北市的基層市民的心聲跟需求 我相信新北市的市民對整個過程都了然以兇 以人民的需求為最大的己任 這才是我們要全力以赴的地方 所以侯市長的做法只是要轉移焦點 然後讓大家忽略到 他現在正應該被市議會嚴格的監督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中央協助新北市政務在隔離檢驗所也好 防疫疫管方面提供很多很多的協助 包括大型的這個所謂篩檢站 這個注射站等等 所以這些協助不是一句話說中央不關心 就可以完全抹滅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離譜 正公為座的行為 背後它是要掩蓋新北市在疫情期間 死亡率是全台灣最高的情形 也代表了新北市防疫不利的一個鐵證 黨內郭侯大戰泡一邊侯友宜槍口锁定 蔡英文賴清德二零二四的對決態勢 已經上演 近新聞最後報導 而現在中央進行又一波掃蕩 黑幫的行動 這一次針對的是竹聯邦 續人會進行搜索 因為在三月初名人會高調舉辦春酒前 其實續人會也在同一個地點 起開八十桌引發警方的關注 那經過跟監跟搜證 發現續人會會長所經營的 當鋪涉嫌暴力討債 那刑事局警方也終於等到時機成熟 昨天收網抓人一共帶回十五名成員 頭戴鴨石帽醫生會依面對大批媒體追問 始終保持沉默 他就是綽號封狗尾的竹聯邦 續人會會長陳全偉 無論怎麼問都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但警方掌握從族事證 他的犯罪行為除了教唆幫眾暴力討債之外 還有這場春酒也跟他有關係 3月6號主緣幫民營會高調舉辦春酒 找來旗袍辣妹助陣 還有十幾台炮車一字排開高調炫富 但事實上兩天前許人會也在同一家飯店 洗開八十桌邀請六百人出席 三天內兩場黑幫春酒引發社會觀感不佳 警方即刻起大力掃黑 針對八大行業擴大零檢 北市還進行進程專案 遠近深夜進入酒店一一盤查酒店妹身份 另外一頭刑事局也動了起來 二號凌晨繽紛奪路掃蕩續人會 一共撤題十五名成員 其中包含會長楓狗偉 二零二零年五月在KTV慶生時 陳群伟在上廁所途中和隔壁包廂黑幫小弟 爆發衝突 遭對方遲刀刺傷頸部重傷送醫 送進家戶病房才撿回一命 生日險些遍即日 巨人會平日活動於嵩山信義一帶 主要經以當鋪和夜店為事 會長這次因為涉犯暴力討債 成為警方查氣對象 也算是灑到黑幫春酒的颱風味 進行為楊倫敦商進來採訪報導 不過也的確警方掃黑的進度 就是從三月份竹聯邦半春酒 引發社會關注之後 就開始針對名人會大力掃蕩 今天台南警方也宣布了 上週出動霹靂小組 破獲了名人會在台南的分會 另外在台北惹出 盪鋪槍擊案的紅人會 主席金雲也從國外被押接返台 再加上今天剛看到 旭人會大哥被抓 所以竹聯邦仁堂旗下四個會 已經有三個遭到警方圍交 等待實際成熟援警全副武裝 手拿撞門器爬梯子上二樓 準備攻堅抓人 由於發現窗戶上所援警 拿著警棍猛敲彈 進入屋內後發現客廳空無一人 不過警方還是在房間裡 發現有人躲了起來 後門竟然有一個神秘通道 警方立刻往地下室 衝了進去 將嫌犯一網打盡 4月27號台南警方 鎖定竹聯邦名人會組織據點 進行攻堅行動 一共抓了九個人 上個月20號竹聯邦 紅人會成員朝新北 吐震當鋪瘋狂掃射 畫面曝光震驚社會 黑衣人一字排開 圍在餐桌前合照 竹聯邦人堂日前動作平平 甚至在萬豪酒店高調 舉辦春酒 動音上影片上傳到 各大社群平台 引來警方注意 為了打擊黑幫 警方針對人堂旗下分會 一一擊破 除了瓦解名人會 台南分會 紅人會大哥金魚 也在馬來西亞 遭到押解反國 另外也在5月2號 逮捕了序人會大哥 封國偉 人堂為了求出頭 培養自己的武力部隊 紅人會 在跟何堂發生內訌 爆發了多次的槍擊事件 警方高層就是下達指令 要全國警察動起來 剷除人堂旗下的所有分會 人堂旗下四個分會 就有三個遭到掃蕩 警方藉此宣示 掃可以絕對是完真的 正宣傳 陳盛宜 孫平方採訪報導 蘇花公路宜蘭路段 昨天晚上發生了一起行車 糾紛砸車案 有一名大貨車在開車的時候 因為轉彎 就跟其他兩輛車發生行車糾紛 對方沿路逼車 飛車狂追他 嚇得這個貨車司機開進地棒站 結果不小心撞上了電箱 他趕緊下車 躲進了廁所裡頭 才終於可以脫身 但沒有想到對方還是拿著棍棒 把貨車都給砸壞了 那麼警方調閱監視器 也循現抓到了這兩名失暴的駕駛 一名男子手拿鐵棍開啟大貨車車門 爬上去想找人 卻找不到駕駛蹤影 只好摸摸鼻子走人 通行的還有一名媽媽 當時手上還抱著小孩 大貨車車窗被砸碎 碎片散落在駕駛座位上 駕駛當時因為及時下車躲避 才沒被對方攻擊 二號晚間七點多 大貨車行經蘇花公路 北上路段 轉彎時 沒注意到一旁的轎車 後來兩輛轎車沿途按喇叭 還一路追著貨車 經過新澳隧道後 貨車駕駛下車查看狀況 沒想到卻被棍棒威嚇 他嚇得開往東奧一處地棒站 不小心致撞上電箱 他趕緊下車躲進廁所報案 涉嫌追車的是黃姓和林姓男子 兩人都被逮捕後都坦誠犯案 警方後續依恐嚇 妨礙自由 毀損最嫌 將他們寒送宜蘭地檢署偵辦 貨車駕駛飽受驚嚇之外 更無奈車子毀損 光是車窗維修費用 就要估計花九萬元以上 進行紅方身體觀念 採訪報導 好 市多冷凍藍莓總共 超過一萬五千公斤 感染了A肝病毒 通通都得銷毀或是退運 食藥署現在也要擴大 抽驗相關產品 稍後帶你關心 好市多冷凍綜合美果被驗到有A型病毒污染之後 現在又爆出A肝藍莓 食藥署四月十一號在邊境欄查了美國進口的好市多冷凍藍莓總共超過一萬五千公斤都是感染了A肝病毒所以通通都要銷毀或是退運 那好市多回應說被驗出有A肝病毒的藍莓沒有流入市面 那現在已經停止販售所有的冷凍莓果商品 也同時會停止所有的進口申請 有時候是加牛奶有時候是直接這樣吃 打開包裝整袋冷凍藍莓已經吃了一半 現在卻傳出冷凍藍莓也染上A肝病毒 消費者急忙跑到賣場來退貨 是今天看到藍莓 對 我想說反正就拿來退 我也不敢吃啦 擺也是擺著 所以他那個三種的其中裡面也有一個藍莓 工作人員把一包包藍莓丟進推車 這全是消費者不要的藍莓 上個月11號食藥署針對好市多科克蘭冷凍藍莓 進行邊境檢驗 兩個禮拜後結果出爐 5月1號確認來自美國的藍莓 也被A肝病毒污染1.5萬公斤 得銷毀或退運 對比兩次時間點 第一次好市多冷凍莓果 4月10號邊境查驗有A肝病毒 4月11號食藥署進行市場激查 要求好市多預防性下架 這回5月1號邊境藍到A肝藍莓 好市多則自行下架 不讓毒莓效應擴大 最近好像又有撿出來 又是不同地區進來的 所以我已經請那個食藥署 暫停好市多這一個 莓果乾的輸入 好市多A肝莓果連環報 食藥署暫停好市多莓果輸入一個月 包括冷凍藍莓冷凍黑莓冷凍草莓等等 對此好市多回應邊境被醃出 有A肝病毒的藍莓沒有流入市面 也已經主動停售冷凍莓果商品 會在跟美國廠商確認品質後再進口 繼續有關正彭志華采訪報導 所以現在食藥署要擴大抽驗相關的產品了 好市多冷凍莓果邊境的檢驗比率 必須要達到百分之百 而其他通路市場的冷凍莓果類的商品 抽查的比率也將要從百分之二 提高到百分之十 原本冷凍藍莓蔓越玫瑰味 現在全擺滿毛豆 好市多A肝莓果風波延燒 4月30號下架所有冷凍莓果 就連沒驗出A肝病毒的冷凍草莓 蔓越莓也暫停販售 不過看看退貨專櫃 還是有不少消費者提著冷凍綜合莓果來退貨 其实早在三月 美国传出有A肝草莓后 食药署就在边境检验中 强制夹验A肝病毒 好是多冷凍莓果 因为接连传出问题 边境抽烟比例将提高到百分百 其他各通路相关产品 包括冷凍红刺莓 黑刺莓 桑胜以及黑白醋粒 冷凍草莓等等 抽查比例也将从百分之二 提高到百分之十 A肝潜伏其常 如果吃到有问题的美国 疾管署建议自我健康检测六十天 如果担心也能打A肝疫苗 只是A肝美国连环报 民众时不安心 政府通盘查验 要做出还有哪些A肝美国 在市场流窜 接下来有关 郑鹏之华 采访报道 欢迎插播国际快讯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引述的克里姆林宫的消息 表示今天清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 遭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那目前只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 人没事也没有其他人受伤 我们稍后会持续带您掌握 接下来回到台湾国内 我们继续关心外交部护照 身患人潮还是持续爆量 每天都大排长龙 甚至成了民远了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 今天上午就在立法院要求 外交部针对排队人潮 考虑封路或是搭帐篷 甚至是开放一旁的立法院 给排队的民众吹冷气来等待 不过外交部回应说 已经在尽全力协调了 希望在人手跟空间 都不足的情况之下 加速焕发就是有困难 网红罗卡毫无奈来到外交部领务局 想办护照 却被常常人龙卡关 昨天拍下影片 记录着台湾奇境 现在决定先回车上 因为要等的时间真的太久了 如果站在海边的话 应该会非常累 疫情解封民众都想出国放风 办护照换护照 排上几个消失 是常有的事 要是遇到刮风下雨苦不堪言 干净手不封一条路起来 搭个帐篷 让这些人不要风吹日晒 不要到处乱串 误呼他们俩选举到了 这都民怨 我们在这个部分 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甚至是在行政院这边 都有做很多的协调 我们领务局的空间 就只有这么大 那我们的人就只有那么多 但是申请的人有那么多的话 那我们的确是有一些困难 立委想封街搭帐篷 各种解放 卫教部坦诚有困难 每天只有2200个 不能预约多一点吗 我们只就是扩大的这个目标去 是啊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吗 你要扩大这个人数 其实你是要扩大柜台数 扩大柜台数需要空间 人手空间都不足 算一算一天一个柜台 只能接受180到200位民众申请 13个柜台数轮流教号 一天最多只能受理2600件 如果下午委员会是空着的话 我建议到这个开委员会 可以让大家进来吹冷气 有外交我们会提供我们办公室 给我们一般民众 因为反正我们外交部的后盾 戴护照月上 民怨排行榜 外交部苦哈哈 只能建议有出国需求的民众 提早做准备 以免被这塞爆的人潮坏了 出国好心情 金雄文件 刘卫婷采访报导 中国加大政治控管力道 不止有越来越多中国人 被北京政府限制出境 就连外籍人士也被控管了 稍后带您关心 在中国有越来越多人 被北京政府限制出境 当中甚至还不乏 是外籍的高阶经理人 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在五月一号发布了一份报告 表示自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二零一二年上任之后 北京祭出出境限制的频率 就越来越高了 甚至还多次超出了 法律正当性的范围 所以呼吁中国政府 要明确的说明出境的禁令 适用的范围 并且确保执行的透明度 入境中国后 到了机场 却被告知不能离开 如此梦魇未来 恐怕会更常上演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五月一号发布报告 估计目前有数千 甚至数万名中国民众 被禁止离开中国 包括西藏和维吾尔人 民运人士和维权律师等 就连外籍人士也被控管 报告指出中国和限制出境 有关的法条五花八门 一共有失误部法律 能授权官方机构限制出境 并提到习近平 二零一二年掌权后 出境禁令颁布 越发频繁 路透引用中国最高法院资料库 发现二零一六到二零二二 提及出境禁令等字眼案件 暴增八倍 美国贝恩管固公司 和美斯明治集团办公室 三月下旬遭到中国警察突袭 美斯明治五名员工 甚至莫名被拘留 此外中国三月底 也向美商美光半导体 发动网络安全审查 北京加大政治控管力道 在中国的外籍企业间 正弥漫一股恐惧氛围 金新闻综合报道 不说到恐惧呢 前往中国也要特别留心注意了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了 反间谍法修订 扩大了定罪范围 所以我们国安局长蔡明燕就表示了 中国在修法之后 包含台商 外商 记者 维权人士 都要特别注意前往中国可能产生的风险 甚至连一般民众的手机内容 也可能会在进出海关的时候 被特别检查 这部分我们必须要来特别注意 那中国的人大的常委会 现在正在修改他的所谓反间谍法 那大概在法律的内容上 针对间谍的行为 开始出了一些新 出现一些新的规范 包括投靠到特定的组织 包括到网络的相关的间谍活动 以及可能涉及到 相关的一个经济利益的行为 都可能被纳入是反间谍法的 相关的一个规范作业过程当中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特别要注意的是 有没有影响到所谓外商 或是所谓的外国的记者 或维权人士 对 外商 外商包括台商 外商 外国籍的记者 还有维权人士 到中国大陆可能产生的一个风险 说到打压维权 2015年 中国对维权人士的抓捕行动 被称为709大抓捕 事隔多年 打压维权人士的情况 似乎又重演了 律师王全璋的住处 被断水 断电 断瓦斯 而同样是709家属的 王俏领一家 也被房东献起 在两周内搬家 而本身有房子的武汉公民记者 方斌才刚获释 就被当成皮球 被北京跟武汉两地互踢 让中国维权人士的身心灵 都饱受巨大的煎熬 打压维权人士 北京当局赶尽杀绝 中国709大抓捕 维权律师王全璋 知务处无预警遭断水 断电断瓦斯 报警后警方有备而来 立刻杀到维权律师家中 稍微演个戏就走人 房东坚持 租约到齐 要他们即可搬家 隔天王全璋 一家三口搬到民宿 又到十几名便衣警察为随 接着他们改住饭店 你好 您这边不能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您先坐着吧 坐着吧 同样被当成人球 赶来赶去的 还有709大抓捕 事件家属王俏林一家 房东带着几名标行 大汉登门下达搬家令 不管怎么着 你呀 第一时间赶紧去找房 给你两个星期时间 没问题 而对于有房的律师 驱赶不了就朝你身上泼脏水 让律师和家属不堪其扰 有分析认为 很明显 当局就是要把人赶出北京 另外因为披露 新冠疫情死亡情况的 公民记者方斌 4月30号一获释 就被送去北京儿子住处 不准他留在武干 但儿子也受到当局压力 不愿留父亲在北京生活 方斌又被请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出狱不到24小时 方斌身无分文 有家归不得 遭两地警方互踢皮球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发生在2015年 中国公安在23省 大规模逮捕 上百位律师及维权人士 就算处于获释 仍持续遭骚扰与监视 当事人和家属及小孩 身心灵都饱受巨大压力 进行文综合报道 我们刚看到的是中国在实施了三年严格的新冠防疫限制之后 就逐渐的对外重新开放了 不过同时却更频繁的禁止民众离开中国 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最新报告 这是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中国扩大了各种出国禁令 并且增加实施的频率 有时候甚至其实是非法的 从2018年7月到现在 中国就至少公布或实施五条新法 或者是修订后的办法 那有关限制出境的 居然就高达15项 那从中国最高法院资料库的数据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2016到2022年之间 限制出境的记录 居然增加了八倍之多 我们要连线到政大国关中心 助理研究员曾伟峰老师 请教老师 限制出境是中国惯用的手段吗 这种方式是不是作为武器 当作人质外交的一部分 又为什么近年来会越来越频繁呢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家安全 他还是做动在国家安全这一部分 这个习近平在去年的20大报告 其实就有提到 整个中共受到所谓的外来的压力 那对他来说 他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对他的打压 之前加拿大逮捕孟晚舟 就是华为的财务长 他也用相同的方式 就是逮捕了加拿大人 那他用的其实就是类似的法规 所以他就是要反制 他有这样反制武器 所以嚇阻说 他在法律上面直接说 他因为国家安全 或者是有人从事间接活动 他可以限制你的移动 他这个方式 第一个他可以嚇阻所谓的外来的情报人员 在他国内做所谓的间谍活动 第二个就是他 他说你如果对我玩人质外交 我也有这样的法规 允许我政府可以对你做同样的动作 反制你 所以是主要有一个嚇阻的动作 所以其实不管是国外 像是之前那个反送中 2019年香港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看到反送中 很多人参与其中 甚至有中国的公民跑去香港 可能看一看看一看回去 拍拍照回去就被逮捕了 类似的情况 他其实还是最强调的还是国家安全 所以习近平很早就提出一个观点 叫总体安全观 就是安全这种东西不是只有所谓的警察抓人 不是所谓的国家国防 总体安全观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不管是粮食啊 能源啊 金融啊 经济等等 这些东西跟所谓整个 所有的像是国家 那个情报啊 等等全部都连在一起 他总体安全观最终最终的目标 还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安全 所以说这个这个是习近平的理念 还有中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呢 被认为反映了台海冲突的可能性 最近网络上有一篇反战文 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 内容就提到了说 如果发生战争 我是不会去的 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 我是生长在社会底层的人 平常和平的时候 没人记得我们 为什么有难的时候才想起来 所以虽然呢 目前微博上所有相关的连结都被删除了 但是在之前的留言中 就有不少网友回应 说那建议专家先上 专家办法不是最多吗 还有我平时杀机都不敢 更甭说杀人了 还有大官的子女老婆都认 让去美利坚了 去美国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韭菜 要抛头颅撒热血呢 甚至有人说 如果你是五年以前 我们大概是为你为国一战的 但是现在不愿意了 没有办法 这是见到的 感受的太多了 所以怨气也挺重的 我们就要继续请教曾老师了 您如何解读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反战文呢 我相信这些人配在网上发言 很多都是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 他们过去这几年 他们唯一的最大的 受到影响的就是他们躺平 他们没有往上的动力 为什么 因为一个经济不好 买房也买不起 赚钱也没办法赚更多 那他们要求的就是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那结果在疫情的情况下 他们连这种东西都没办法确保 自然而然他们就会不满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相信这一群 我们知道至少中国有一群的族群 就一群人 他们是对战争这种事情是厌恶的 第二个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这种东西 就是你从这个新闻 其实可以得到一个重点 就是战争的风险 不只是在台湾 台湾人有感觉 中国有感觉 也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真正 我们知道 其实在中国真正支持战争 或者是那种民族主义 好战派 其实我觉得还是少数人 少数人 尤其是很多人喜欢上 环球网对不对 上环球网去留言 大部分那些可能就是比较鹰派 比较好战派 强调国家光荣的 那现在大部分人 就像我讲的 这三年的疫情下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去年11月会有所谓的 白子运动 其实你看到三年下来 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已经大大的减少了 他们不大相信政府了 所以今天有这个新闻出来 我觉得不意外 我已经不信任政府了 你现在还要 就是中国要割韭菜 对不对 你今天还要就是要 不只把我的收入 让我的收入锐减 你还要让我牺牲生命 上上站场去打仗 当然我不愿意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可能是我们说普遍中产阶级的声音 谢谢曾老师的分析说明 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今天排审禁电视上架 以及凯博等集团频道的变更案 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今天一早八点五十分 就有总招曾明忠率领十多位 国民党立委到NCC 试图阻止开会 十多个立委强行挤入 然后跟保全爆发了推挤冲突 冲突之中呢 国民党立委政天才 甚至把保全强推在地上 这一帅国民党立委政天才 将保全全力推倒 才站起来 委员可没打算放过他 一个转头 政天才再次拉住保全 保全显得好无辜 因为兰委们的目标是NCC主委 陈耀祥 时间回到一早八点五十 在八点五十 我们政府机关在管什么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郑立文 用力拍打NCC玻璃大门 警卫健壮立即拉下铁卷门 尽管警卫拉下铁卷门 但政天才早已在里头 原来他们透过一旁侧门 已进入大楼 一进入大楼 兰委全速狂奔 完全不顾保全阻拦 正天才一打开大门 就和保全爆发推挤 王宏威随即向前助阵 换个角度看 和保全爆发肢体冲突的 还有马文君 保全一人对抗三名兰委 也难怪他的手被硬生生扯开 甩开保全后 蓝委蜂拥闯入 一行人浩浩荡荡荡 要搭电梯上楼找陈耀祥 坐吧 坐了 你先去看好不好 强占八楼会议室 蓝委一行人 再往九楼NCC 主委办公室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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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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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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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紧闭大门 栏尾郑立文 郑政权用力狂敲 躲在里面 是什么 眼见强攻不进 曾明宗改用 温情喊话 我们是国会议员 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真正 你们就离开吧 你的工作可以来打 国会议员 可以来党国会议员 可以对我动手动脚 国民党立委 直冲NCC和保全爆发冲突 国会议员 强闯行政机关 画面全都录 近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国民党立委 强闯行政机关的行为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谴责说 NCC是独立机关 国会立委 不应该介入个案审查 批评说 这是个很坏的示范 静电视也声明 对不实言论 必定会追溯到底 上班时间 国民党立委 曾明宗 郑正前 郑立文 陈以信 直接坐在NCC 主委 陈耀祥的办公室门前 旁边还有温玉霞 林德福 拿着手板 轮流排排坐 一行人霸占走廊 形同将NCC 主委 陈耀祥软禁在办公室内 竟是因为NCC 在三号 预计审查 进电视上架以及凯博等集团频道变更案 国民党立委不满试图阻止开会 但这审议案件的相关程序 是依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也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审查 没想到国民党不但无事还硬闯NCC里头 政院立刻发声明 说国民党立委强行擅闯NCC阻挠会议 创下立委公然介入独立机关运作的恶力 严正谴责 呼吁政党负责人应该约束党员 也应该立即停止干扰行为 因为这样的一个恶力 那不但是破坏了行政跟立法 这样的一个分立互相监督制衡的这样的原则 国会的监督在国会 在我们这个法案上面跟咨询上面的辩论 而不是动手动脚出卡出去 甚至是你占领到的行政机关里面去 进电视也严正声明 公司自申设以来均依照相关规范进行 部分立委自意曲解 甚至强行闯入NCC阻止会议进行 毫无法治观念及素养 本公司深表遗憾 且部分立委为遂行个人政治目的 用不实指控企图影响营运 是滥用工器伤害民间企业 严重影响四百多位员工工作权 本公司对不实言论必将追溯到底 任何这种所谓暴力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用强占主席来让会议不能进行的方式 都是完全不可取的方式 立委看了都摇头 国会民代想抗议却成了闯门恶霸 用错方法做了最坏示范 金新闻最后报道 其实NCC对禁电视的要求 是严格于其他新闻台的 比方说每期都要办理所谓的收视听众会 要求新闻自律委员会的委员 要签证公司营运的制播内容 还有限制了公司的股权结构 要求得公布所有政府标案的案件 这对其他公司来说都是机密的 还有员工人数至少要四百五十位 有最低薪资的要求 要播送一文节目国际新闻台语跟儿哨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闻的比例 还必须通过新闻自律委员会的签证的 那么每年要投入至少五千万元 制作国际新闻 自制的节目必须高达百分之百 那不能制作政论节目 要提供免费的广告时段 如果违反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付款 最严重是可以废照的 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其他的电视台 有收到相同的规范 而且禁电视申请执照耗时两年多 执照通过至今一年四个月 系统台也同意上架了 但NCC都没有审查通过 所以这样加起来 一晃眼已经四年过去了 这真的能够叫做有被护航吗 而这条四年来备受检视的经纪录 禁电视走得兢兢业业 光是深度专题和纪录片 已经拿下了17个大大小小的新闻奖 还入围了国内外的影展 追查社会角落 针边政府检视政策 并且找出解方 政大广电系副教授王雅为 同时也是新闻奖评审就直言 靖新闻的最佳策略 就是用好作品来说话 开台以来秉持专业 近新闻横扫17个大小新闻奖 及国内外影展 深度专题拿下去年曾虚白新闻奖 华文永续报导奖首奖等 纪录片拿下无顺文新闻奖 三项入围金马奖的前哨战金碎奖 六项作品入围卓越新闻奖 长篇深度报导奖 你悄悄留走不陪我 揭露台湾长照现况 一共虐主却无法可管 手自危机下 生子经纪录 争扁法令矛盾 从人文关怀到社会调查 财经科技和自然永续 学界评审都看到近新闻的努力 近新闻2020年成立 强调多元专业深度国际 艺文关怀落势 打造中立自由的新闻频道 历史两年 2022年1月拿到执照 成为十年来唯一新声社过关的新闻台 尽管获奖连连 但上架也卡关最久 专题揭露暧昧不雅猎奇影片 引神的吃播当中 家长难以察觉 获得曾虚白媒体素养奖 恭喜近新闻 那今年其实在曾虚白的 这些参赛作品里面 有多项的入围作品 做这个新闻最难的就是 我当我要约熟悉YouTube的人 但大家都不敢讲 因为大家知道 这是要说YouTube的问题 YouTube存在一些陷阱 然后它的漏洞 关心民生议题 消费者权益报道奖首奖 调查团购疯狂加益乱象 直击包装制造商 却是空地 是用上面登记的公司行号 但是我们找到了现场以后 竟然发现是一片废弃空地 每日新闻优胜奖 揭发韩国进口番茄甜度报表 违法添加人工甜味剂 钻食安法漏洞 最终还改变政策 我众认为常住 要去揭发一个食安的问题 跟漏洞其实不扰地 那透过这样的报答 要去进一步让 比如说像食药所 或者说卫生机这样的 食安单位去 发挥他们实际的作为 其实更不容易 追查被忽略的角落 尽社会责任监督政府 近新闻记者持续 坚守岗位 近新闻综合报道 打炸刻不容缓 明天将要公布 打击犯罪1.5版本 情中最令人注意的是 银行圈存金流 将要精进到24小时之内 就能够冻结嫌犯的账户 稍后带您关心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夸下海口 当选90天内 要让诈骗案消失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回应说 打炸是刻不容缓的 不用等到下一任总统 明天就会公布打击犯罪1.5版本了 不过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 过去民众在被骗之后 警方往往只能够透过传真 通知银行去圈存金流 但现在很快 精进到24小时之内通知的话 都可以冻结嫌犯的账户 保障民众的血汗钱不被领走 而内政部长林永昌就说 这个圈存金制 在今年就已经帮民众 保住台币三亿元了 不能够等到下届总统才来进行 因为打击诈骗相当的重要 信心喊话打击诈漆 刻不容缓 还承诺会在四号行政院会上提出 打炸钢领1.5 今天我们也特别来这里 就是希望跨部会的做整合 然后把防炸的工作做好 来确保我们民众财产的安全 打炸已经成了国家政策 院长亲口说出要再提升 精进做法就是要避免 这种情况一再出现 一一系数有益状的账户金流 上个月底台北市一名流姓富人 受到爱情骗子利诱 把存部账号密码 通通给了诈骗集团 自己还沦为车手 这个请各个银行 那就是加强这个关怀提问男主 那我们也请警察机关就是定期的去拜访这些银行 会跟他们行员教导说 哪一些民众他汇款过程有什么样的特征 除了从帮银行员上课 从工作中揪出诈骗集团 另外警方也积极跟银行沟通 在被害人遭到诈骗之后 能够在第一时间阻止血汗前辈嫌犯临走 配合现在我们警政署的一个电子化通报平台的建制 他是采所谓电子化的方式去通报 也可以让这个圈存的时效会越来越快 原本165专线在接过民众报案后 使用传针向银行通知再进行圈存 但时间拉长往往来不及 因此现在改成24小时之内都能够冻结嫌犯账户 警方未来也会针对诈骑案加重刑罚 因为阻诈和惩诈都要面面俱到 而且我们在社群媒体上 经常也会看到诈骗集团冒充名人的身份 受害者包含了财经专家 谢金河知名主持人余美人 还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妻等等 那这些假粉砖都分享说 他们是如何靠投资获利发财 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的群组 那我们访问到被冒用的当事人都感慨的说 诈骗横行社会公益荡然无存 尽管Meta 领书承诺内政部 警方通报的这个疑似诈欺的网页 如果查证属实一天之内就会下架 但是这些诈骗网页还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到底为什么防不胜防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财经专家谢金河语气充满无奈 实在是因为太常被假冒身份 脸书搜寻他的名字 一整排粉丝专页社团 都是用谢金河的名字照片 要教你存股 要帮你投资获利 这些通通都是假冒的 不少民众深信不疑 有一个石刚的这个先生 来到我办公室 我说你是谁 我说有跟你有约吗 他说有 我们约好了 我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你哪里加了 别人来 谢金河在自己的粉丝专页将文章置顶 强调自己找了赖的总经理 脸书前主管 警政署长和刑事警察局长 也亲自到办公室 但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 诈骗手法依旧层出不穷 有同样困扰的还有他 我快要气到冒烟了 我已经去报警了 好吗 每一个人都传说 你有在教人家做股票吗 于美人每照姓名也被盗用 在脸书传授存股心法 冒充名人的案例如雨后春笋 就连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张淑芬夫妻也都被迫成为投资专家 我们这边有你的居票 类似的投资诈骗案件逐年增加 从108年的1894件 到了111年案件数已经暴增超过三倍 来到6600件 当年度的财损金额高达34亿多 光是今年1到2月 也已经有1014件投资诈骗案 财损来到4亿1800多万 破解发现诈骗集团的手法并不复杂 其实脸书账号来讲 你只要有email 举个例子来讲 去google那个地方 你去申请了一个gmail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随便选取一个ID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用粉专 第一步用免费信销申请社群账号 再盗用名人的照片建立粉丝专业 以名人的背景和设计地位 来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 可能里面的被害人不多 但是他们成员用多种分身的方式 会诱引你或者感谢老师 因为老师给我讲了哪一个名牌 我获利的多少 这一些被害民众就当然会心动 等被害人心动之后 诈骗集团就会提供投资网站或APP 刚开始让你小有获利 在放长线钓大鱼 等到你的投资金额越来越多 要取出获利时 集团就把投资网页关闭拿钱走人 而被害人汇款的账户 通常又是另一名被害人的人头账户 让警方无从查起 而民众上当源头 这些造假的社群账号 就算民众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够检举贸用和可疑广告 但关闭了这个网页和群组 诈骗集团还是有千千万万个账号 可以继续运作 电子邮件有所谓的一次性的免费信箱 这样认证的话 因为事后在追气上 我们还要再透过这个平台 会多花一些时间 我们只要检举到封锁 那这个速度其实是都可以做 但是它开的速度又可以很快 所以在这上面来讲 为了杜绝类似的诈骗手法 行政院成立打诈国家队 进行宣导和查起 也和Meta公司建立横向沟通 尽管会则一紧急事由提出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第七十条之一修正草案 希望网路平台业者落实投资 广告实名制 未来如果没有落实把关 导致有人受害求偿 平台业者将有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法案已经有行政院通过 将送交立法院审议 现在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机制在运作 而且就是一些跨国的一些网站 不见得能够达到它的效果 那但是呢这个先做了之后 那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去宣导 让民众知道说有这样的问题 传家和官方也提醒 网友要跟随名人前 一定要先看蓝勾勾的实名认证 如果是近期才设立的账号 也有风险 提醒民众要睁大眼 可别一时成了 诈骗集团眼中的肥扬 国民党2024总统人选还没有决定 但是媒体人 以及台北市议员徐巧勋就接连爆料 说党内高层 其实已经内定征召侯友宜了 时间点就在5月17号 而侯友宜的阵营 也开始规划造势宣传 那面对这些爆料跟质疑 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跳针地表示 说他一定会无私无我 在5月份的时候提名最强的人选 他说唯一能确定的是 征召名单里面没有他自己 我们用陈磊的一首歌 我们还会跟陈磊来谈一下版权的问题 蓝营议员酝酿成立侯塞雷之友会 应援曲都挑好 就等侯友宜登高一呼 新北政坛替侯友宜全台串联 提名造势的起手势 早已悄悄规划 媒体人以及要选立委的国民党 北市议员徐晓鑫 更直接爆料 朱立伦已经内定征召侯友宜 时间点就在5月17日 面对外界质疑 朱立伦跳针回答 但党中央预计在新北市 举办全台会 种种行动 摆明替侯友宜抬脚 当然他的公平性会受到很多 因为支持的对象不一样 提名的是因为用一个 可以接受的机制 提名即使是侯友宜 我相信郭台铭董事长 应该也会愿意接受跟协助 不舍郭台铭还在拼30天 民调超车侯友宜 挺郭立委呼吁党中央 拿出公平机制 以免埋下分裂隐忧 近新闻 徐卫伦 念志豪参谱 而国民党的港湖双输之争 提前落幕了 今天下午 游淑慧跟李燕秀 在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茹的陪同下 举行记者会 游淑慧当众宣布 礼让对方退出 党内港湖区立委的初选 将由李燕秀出战 民进党的高家瑜 镜头前拥抱大和解 李燕秀游淑慧 联媚召开记者会 在国民党港湖立委 初选民调登场前 抛出震撼弹 我最后决定停止初选 让国民党在港湖地区快速整合 我们希望赢回港湖这一席 我们更希望国会席次过半 经侯友谊市长跟我们沟通之后 我们觉得大家都以大局为重 团结从港湖开始 然后可以外溢到其他的区域 经侯友谊出手协调 游淑慧同意李让 确定由李燕秀披蓝袍 参选港湖立委挑战民进党的高家瑜 无缘挑战港湖女神 游淑慧依旧站立满点 北市董部主委黄旅锦茹 邻机一动抛出在士林大同李明璇 与王世坚无缘上演美女野兽之战 美女有没有可能换游淑慧当 不过这个我觉得大同士林这一区 党还做整体的规划 我个人也需要再考量 港湖双淑大战落幕 看来鼠女绅士之争 接着上当 进行航行李日成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稍后请持续锁定 进转全球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